记者钟燕于台北报道,台北市106学年度第一学期公司立中等学校有两学生表扬大会,金鱼内忽文德女中举行,市长柯文哲亲自颁奖表扬341位学子,其中南港高工土木科三年级林亭于虽患肿瘤,人考取四张土木相关秉级专业证照,又积极参与志工服务136小时,远超过规定门槛。 就是为了生活不留白。 林亭于国三时身体无端出现肿块,当时外观都有变化,体重无故上升,人常感到不适,就医检查赫然发现罹患肿瘤,马上就院开刀,不料升高2又再复发。 他说往后还是要持续追踪身体状况,但生病后的自己反而变得更乐观,因为他体认到身体向胃爆弹,随时可能出状况。 我不想要生活只有功课。 于是更积极在课业之外,参与校内外各式活动,为的就是把握每一天,不让生活留白,让自己活得更多彩多姿。 林亭于说,曾参与旧国团活动,和很多大学生一起筹办活动。 我是少数的高中生,虽只为其一个月,但学到很多课堂以外的东西,彻底打开视野,收获满满,另也曾担任大型全国音乐比赛活动义工,或是参与捐写,募捐发票,照顾流浪狗等公益活动。 林亭于除了考取四张土木相关秉级专业证照外,四学期累计下来,投入志工服务高达136小时,远超过每学期近10小时的门槛规定,更荣获北市今年中等学校优秀青年代表的殊荣。 南港高宫北海福伦社少年服务团指导老师刘志宏说,秦云以前是福寿团秘书,积极参与活动策划,做事很有责任感,在校十分活跃,又是搬连一份子,脸上总是挂着笑容,人缘也很好。 同样护班魔法神代表的齐聪学校国九深正轻盈,先天脑性麻痹病患有听力障碍,父亲在他幼稚园过世,自小语悦即新著名母亲相依为命,但他勤奋向学,乐观进取,遇到困难不轻易放弃,不仅荣获多项奖学金,也曾参与国语文与球竞赛,更担任科斯创魔法材料学校的戏剧表演主角,并到全台。 起从学校巡回演出,郑清宁的老师说,亲云家境辛苦,他认为争取奖学金,可以帮忙分担佳绩,自己又有荣誉感,日前曾参与机器人组装的团队赛,脱颖而出,成为北市代表队,近日就要参加全国竞赛。